今天我们要去打开一个据说有曼谷马尔代夫之称的一个咖啡厅 叫做Bubble in the Forest 然后它距离曼谷市区大概有30多公里 而且听说人气很旺 所以今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 赶在它10点钟刚开门的时候就进去 打算拍个狗 今天是双马尾汤 我们10点钟就到了这个咖啡厅 然后现在他们刚开门我就已经拿到号了 可以直接进去 不用等位 要go up OK 我们上楼 那我们先去拍 哇 它滋滋滋的冒油 好香 我闻到淡香了 先把它盖上 哇 这个好好玩 我就爱玩这种 好 慢慢等 我们先试一下别的 这个好像是有卤过的 然后再去打 它的油是干香干香的那种 这个肉好香 看一下我的蛋好了没 哇 你看 滋滋滋的冒油 麦香一般 看一下好不好吃 这个看起来最熟 先试这个 我没有想到来咖啡厅还会煎蛋 就普通的煎蛋了 重太煎了这个乐趣 那带来吃菠萝炒饭 上面有腰果 有那种干的葡萄汁 它有肉松 我第一次见他们家肉松 在晚点好像没有见过这种搭配 我觉得是小朋友会喜欢的 大人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有点过甜 它一层芒果一层糯米 然后底下还有一层饼干 中间应该是奶油 这个很好吃耶 里面内容很多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家餐厅 光是作为一个景点就挺值得来的 它景色真的挺好看 然后拍照的点实在太多了 我们拍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然后都没有拍完 缺点的话就是人实在有点太多了 如果大家实在想要来的话 最好也是早上10点就到这边 而且这边是整个景区最高处的位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整个景区 所有的角落 这个算是打卡最热门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网 可以躺在上面 因为这里距离市区比较远 然后推过来一趟的话 路程是比较久的 所以我们有准备另外一家咖啡厅 距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的地方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一起打卡 那我们现在走吧 好复古哦这里 很田园 好多哦 我是觉得你都过来这边这么远了 然后顺道过来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你如果30公里只看一个咖啡厅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太奔波了 这边适合傍晚来 因为现在的时代太晒了 但是一个小别墅跟一个园区 跟一个花园改造成了一个咖啡厅 很有心耶 我们点的甜点全都到了 然后这个蜂蜜土石 是他们家的主打 我没有想到摆盘会这么精致 180株这一份 然后还点了一个 蓝莓芝士蛋糕 还有这一个好像叫做胡萝卜 胡萝卜花生蛋糕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炒的好焦 它的土司外皮烤的好干 但是它有给你搭配了两个冰淇淋 还有奶油 所以配合着来一起吃的话 还蛮好吃的 而且它的周边还有一个香蕉的切片 跟苹果的切片 还有棉花糖的搭配 就整个搭配起来的口感的话 还是很好的 胡萝卜花生蛋糕 它这个蛋糕不是松软的那种 是很有嚼劲的那种 有点像在吃软糖 像是压得很湿的那种天成蛋糕 那它表面又有一层花生 所以吃起来就会 又有嚼劲又香 今天我们去打卡了两个曼谷近郊的咖啡厅 然后都很好拍 基本上都能够拍一个小时以上 但是比较推荐Bubble in the Forest 就早上早点去 因为人流实在太多了 那想要提前预定的话 可以联系他们的Facebook 如果你有在地的在泰国的朋友的话 是可以先转账500周 给他们预定位置的 那第二个咖啡厅呢 就是道具很多 食品有点出乎我意料 特别是有一个叫做 胡萝卜酥皮蛋糕 又像是软糖那样子有嚼劲 然后又很香 我在这边是还没有吃到这种口感的蛋糕的 那全程下来了 其实一天也是很轻松的 基本上六点钟也是可以回到曼谷市区的 早上九点出发 晚上六点钟回到曼谷市区 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是舒畅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